Hello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鐵塑姑姑小姨媽頻道 今天會去哪裡? 大家都看到 YES 我今天就是乘地鐵 這幾天大家都應該在朋友圈或Facebook 都看到很多火焰熊的照片 因為實際上下午太熱了 36至38度 最高氣溫 這麼熱的天氣 當然不要實戶外 一定是戶外 戶外除了乘地鐵 之後去哪裡? 不如大家跟著我 一起來 今天要去轉車 駕駛9號線 往前彎方向 再去到馬嶺 再要轉10號線 好 上車 9號線 搭了6個閘 去到馬嶺 之後看到戰隊 10號線 轉車 可以去到馬嶺 到馬嶺 去到馬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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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城 南城 有梁澳山 我們前幾天去過的金蝦 華為 很多地方 其實都不需要怎樣喝 坐地鐵就可以消磨到整個星期時間 到五和站 之後沿著方向出去 五和站屬於大站 因為它有10號線 5號線 轉車站 還有出口都很多 A至H 現在要找個H出口 在地鐵裏面都要走大概3分鐘 才可以去到H出口 五和大道東側南 我們Let's go 五和這個站屬於龍江區 其實今天去哪裏呢 應該很多朋友都去過書局啊 書店啊 今天呢 要和大家一齊來 這個五和地鐵站附近 要找一間網紅打卡熱點的 好小好小的書局 地鐵出來之後呢 就直往這個方向 就走大概是200多米 我都未來過的 沿路走過來 就問了三個送外賣的小哥哥 他就告訴我 在和坑村裡面 好 先進村 進村裡面呢 有樓梯下去 我感覺這條村很舊 有點像以前的環頭坑 經過這條巷呢 終於見到了 有樓梯 是沒錯 今天就要去九斤書店 一進來這間書局呢 最吸引我注意力的地方呢 就是這間書局 在環梁呢 全部都貼滿很多不同的標語 這間書店呢 其實就不是很大的 有些書架 但是那些書架呢 完全都沒有分滿別類的 來這間書局 看書的朋友也好 買書的朋友也好 他們呢 都會有一個興趣 就是來這間書局 就覺得 好像在陶瑾堡一樣 其實呢 喜歡看書的朋友呢 都很知道的了 買新書當然是好 但是有時候呢 買一些舊書呢 真的很難找的 而來到這間書店呢 突然間找到自己心儀的書 就是找一下找一下 找到心儀的書 真的很開心 所以這間書店呢 有一句名言 就是叫做 紫堆女陶真寶 開這間書店的老闆呢 是重慶人來的 為什麼他會改 叫做九斤書店呢 因為呢 他年輕打工那時候 真的沒有錢買新書 但是又很喜歡看書 啊 深圳這個地方呢 就很多打工仔 所以呢 他就在這個地方 就開了一間 九元可以買一根書的 二手書店 這間書店老闆呢 真是有心人 因為呢 在這二十年期間 他開這間書店呢 其實真的賺不到錢 還要在外面打工 大家如果離開深圳 有時間 經過這裏 打一下卡 買一根書 回到家 離開這間書局之後呢 出回來呢 看一看那條村 就是和瀚村 但是看那些建築物呢 大概是七十年代 不是太特別 不走一圈 今天想和大家去多一個地方 和瀚村出來之後呢 有個地方呢 就叫做八號倉庫 是一個OLED 說OLED 其實我都沒來過 是不是真的OLED 大家不如一齊看一下 看看八道地圖 原來和瀚村過來這裏 說遠不遠 說近不近 走路大概十五分鐘 太熱了 搞不定了 所以我就打了個 迫過來這裏看看 深圳一個很大的OLED 叫做八號倉 接著那裏 我真的小猜不到 一落車附近呢 竟然見到我以前上班的地方 看看 沒錯 華難物留完 可以前一個星期 一定來這裏一次 整個地方 真的沒來太久了 有句說話 就叫做十年人事幾翻身 沒來十年 真的全部變了 剛剛我不是說了 我在這裏上班的 是呀 大家有沒有見到 那些貨櫃車 華難物留完 其實是一個倉庫 今天第二個站 我們就去八號倉庫 這個八號倉庫 外圍的裝修都幾吸引一下 不過它就標榜為OLED 是不是真的賣OLED的東西呢 我們一齊進去看一看 八號倉庫 這個地方 總共有三層樓 多數大家知道 很多商場都注重 六成就是女裝 四成 三成才是男裝 一成才是小朋友 的童裝 而這個商場 三樓基本上全層 都是賣童裝 幾好 很方便爸爸媽媽去購物 我就走了一個商場 大概一個小時 我就走了 為什麼呢 理理虛虛都是那些東西 你說是不是真的是OLED 我又見不到很多名牌東西 也都不是打折 折扣得很厲害 總之不是我盤賽 在這個商場 另外還有一間電影院 現在疫情 都已經沒什麼人看戲了 在這個商場 另外最多的當然是飲食 連鎖式的飲食店 基本上 其他商場有 這個商場都有 好 我要打到回虎了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